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外岛的马祖在18度 金门在20 澎湖到了23 那台湾本岛部分呢 北部的气温在19 今天清晨最凉的地方在淡水18度 你有没有注意 北部的温度完全没上升 因为最重要在弱的东北风影响 中部地区的气温是舒适在25度 南部地区是暖和到了27度 东半部地区云层量多 我们就来看一下卫星云图了 云图上面我们可以注意到云层的发展 在昨天的时候从卫星云图上就可以看到 华南的水气带正在由西往东的方向 移动的过程当中 进到了台湾的上空 使得我们台湾上空的云带的发展量来说 相对的比较偏多 但水气的发展今天都离开了 今天只有一些近地面 比较低空的云层在通过北台湾 所以中南部的阳光都开始露脸了 但北方的高压系统也要逐渐的南下 冷空气的强度呢 在明天晚上的时候要开始逐渐的增强 所以明天晚上天气转晴了 后天的温度变得明显偏凉 我们就来看一下地面天气图了 地面图上可以看到 高压系统已经逐渐东移了 风场开始渐渐的变为偏东北东风 但要注意哦 北方的冷高压另外一个系统正在下来 明天这个高压系统在下来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温度上升幅度并不大 但晚上的温度在明晚温度开始下降 礼拜四 礼拜五夜晚的温度状况 在北部地区就只有在14度的低温 因为天气晴老加上辐射冷却作用 还有一个地方温度低就在云加南平原空旷地区 也会有辐射冷却作用的现象出现 而到了这个周休假期 高压东移动温度再上升 目前看来下一波的冷空气 要到下周一的时候再影响台湾上空 我们就来看一下今晚到明天的温度了 晚上的温度 注意哦 这不是温度错误哦 告诉你今晚是19度 明天的高温上不去 维持在19度 明天晚上的温度再往下降 中部地区的话呢 明天呢 云层略多一些 但温度状况来说 日夜温差没有很明显哦 高温只上升一些 南部地区就中午算是舒适偏暖 而到东半部地区 有点短暂雨的状况 歪岛地区夜晚偏激偏了 提醒你啊 3000公尺以上高山局部路面 有结冰现象 行车要小心 我是戴力刚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呢 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